在香港电影《黄金年代》 各路美女争其斗眼 但是能像吴君如一样 半愁搞笑的却寥寥无几 上世纪八十年代 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期 不少俊男靓女蜂拥而至 都指望在香港演艺界 混出一个名堂来 但吴君如知道 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 自己的长相实在没有什么优势 就在这个时候 她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出现了 1988年 成龙监制了电影《霸王花》 一众金牌女打手 终于能借机在大萤幕上一展身手 而吴君如的女丑角 更是不可多得的喜剧担当 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不少的笑料 这使得她竟然发现 原来丑角也可以成为主角了 在美女如云的香港影坛 能像吴君如一样半丑的 却寥寥无几 因此在《霸王花》之后 片约就多了起来 同时吴君如也迎来了 自己的爱情杜德伟 深陷爱情的她 每天都心情大好 再加上誓言丑角 对身材的要求越胖越好 于是大吃特吃 中了好几十斤 看着日渐肥胖的吴君如 满游往日机灵可爱 杜德伟提出了分手 伤心难过之下 吴君如减肥瘦了下来 但投资方觉得瘦下来的吴君如 无法像以前一样半丑搞笑 吴君如一下从投资方青睐的丑角 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演员 所幸的是 她又遇到了一位贵人 于征 1994年 吴君如受罗文邀请 担任演唱会嘉宾 并认识了于征 寒暄过后 于征直接邀请吴君如 担任变态DJ 凭借着风趣幽默的主持 吴君如视野又了起色 但同时又想重新拍摄电影 不过观众再次提起她 都会想到装疯卖傻 1997年 吴君如街拍 《古惑仔情义》片 《红星十三妹》 靠着十三妹这个角色 拿下了第十八届香港即将奖 也让观众知道 吴君如不仅仅 只会装疯卖傻 从艺人的角度出发 出演的作品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基本就是自己的人设 人设的打造 更助于观众的了解 但事实上 有的人真实的样子 跟人设有很大的出入 陈燕熙就是这么一个人 曾经让吴君如出来公开内涵 陈燕熙凭借着 《清纯的长相》一夜成名 她摄演的沈嘉宜 更是无数男生 心中最美好的初恋 因为荧幕形象塑造的太成功 陈燕熙就开始 走上了清纯的路线 对外树立了清纯的人设 而这种人设 大概是结婚后出现了崩盘 自从陈晓与陈燕熙结婚后 陈晓从往日的星星眼 编成了暗淡目光 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到如今满脸沧桑 很多人把她的改变 都归结到了陈燕熙身上 回顾陈燕熙过往的情史 可谓混乱不堪 虽然以清纯形象是人 但她的黑历史 依旧没有被大众忽略掉 陈燕熙在婚后的一次采访中 被问到有过多少男朋友 她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前任 之后就被网友将从上学到圈内 传过绯闻的都扒了一遍 陈燕熙国外留学期间 要一任男朋友 两人是以一场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但在进入娱乐圈后 已分手告终 跟周一鸣合作拍摄亲密戏时 陈燕熙过分主动 跟周一鸣传出了绯闻 之后没有多久 周一鸣就和大S宣布了分手 而柯友伦曾经默认过 自己和陈燕熙谈过八个月的恋爱 导演九把刀曾经送给 陈燕熙一文后后的《金油册》 里面都是跟他传过绯闻的男女女朋友照 陈燕熙的《金油女神》称呼 也是由此而来 在早期的时候 吴君如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就评价过陈燕熙 说他在私下穿着都是十分暴露 但是一上节目就会穿着 重规重矩十分保守 这方法当场借了陈燕熙的老底 吴君如还爆料一位 极有女星大吐口水 四大天王就差刘德华没有就放 极有丑闻一出震惊娱乐圈 可吴哲兰的吴君如被骂做 告密小人 吴君如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成亲 自己心知口快胡说八道 但他终究还是成了赵雅之 一辈子无法原谅的人 吴君如是真的心知口快吗 当年的他是如何引发赵雅之厌恶的 当年凭借着心白羊子传奇 赵雅之迅速成为温柔的代名词 他和汪明泉都是公司的台柱子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两个人谁都想当上一姐 可此时却传出赵雅之与黄元申 因细生情 那时候赵雅之已经有了老公黄汉伟 而黄元申也是有妻儿的 但黄元申情难自尽 给赵雅之写情书 不曾想被黄汉伟发现 怒气攻心之下将赵雅之暴打一顿 至今还留有伤疤 所以这件事因此外界很大的重视 两个人的关系一不小心 就可能会一筹万年 这段绯闻中赵雅之颇为被动 他并未做过多的回应 只留下一句轻者自轻 但没想到在一档节目中 吴君如坦言自己不喜欢赵雅之 他太能装了 私底下总跟有父之父纠缠 并不小心说出赵雅之和黄元申的事 即使两人真的没有什么暧昧关系 但听到吴君如这么说 也算是彻底毁掉了赵雅之嫌疾两目的形象 因此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原谅吴君如 以至于后来赵雅之成功翻身后 也和吴君如无任何的交情 不与他同台 看到后就转身走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提及 至于吴君如是真心之口快 还是假 各位看官不知道有什么看法呢